台铁2023仲夏宝岛号这周假日两天来到花东 星期天下午一点准时停靠在副里车站一个小时 台铁局长杜威也搭乘这班列车和游客一起来游花东 副里乡公所和农会合作的市集 以及车站出现难得可见的人潮买气滚滚来 当地居民很希望这个活动可以持续来进行促进地方的观光及经济 台铁2023仲夏宝岛号在这周的假日两天都来到花东 星期天下午一点准时停靠副里车站一个小时 其中台铁局长杜威也搭乘这班列车跟着游客一起游花东 副里乡公所以及农会合作的市集 车站出现难得可见的人潮买气滚滚来 当地居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长久来促进地方观光以及经济 然后游客有大概250名的乘坐这个仲夏宝岛号 我们列车的游客会来到复里 那来到复里的话当然我们要介绍他复里的美景在哪里 还有复里的地理环境是什么 还有复里的特产是什么 江东城表示今年度的仲夏宝岛号 每趟次带来270位的游客到访 都市游客平日工作繁忙 先有机会乡村体验 因此透过这次市集活动让游客欣赏复里山巒秀色美景 也可以同时享受在地特色浓特产品跟美食 记者高松双复里山采访报道